您好,我们是360Fashion,然后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们的公司。 哈喽,大家好,我是Rowing Wild的高考评程,然后我主要负责是营销这块的东西,然后这位呢是负责,是我们的创意总监,所以主要负责整个团队的每个季度的产品的一些规划,一些周边产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这个团队一共有六个人,我们都是大师的,在叫深圳大学大学生,然后我们在一年年的时候创业这个品牌,这叫Rowing Wild,我们中文名叫考校语的时候,然后我们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品牌去表达我们大学四年的一个,四年,就是大学生活的一个,一种生活态度的生活想法,我们不甘于说大学四年入乎不为,而我们想,总想做点事情来表现给我们自己,然后来表达给我们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六个人创业的表达。 然后我们六个人里面有很多人喜欢,他们都喜欢,喜欢跳舞,喜欢摄影,然后拿人家平均来生活,所以我们六个人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共同志向创业的品牌。 你的品牌是什么时候创业的呢? 我们品牌是2010年的5月4号青年节那间的。 那就是设计师是有六个人吗? 没有,我们是有六个主理人,设计师有两个。 就是你们两位是吗? 我是服务师的东西。 好的,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对时尚有什么样的理解? 时尚是一些种自我感到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对时尚。 然后你们通过就是微博这些网上的这种宣传方式宣传过你们的品牌吗? 因为我们等于技术的话,主要是通过微博、博客、线上的一些网站杂志来设计我们的品牌。 然后你们就是,有没有看过360浏览器为您做的这个广告呢? 就是360浏览器为您做的这个网站。 你们有看过吗? 我们还没看。 你们可以关注一下。 可以啊,你到处帮我。 好的好的。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对这个西方的设计师如果说来中国,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西方的设计师我们对西方的设计师,对。 西方的设计师都是西方的。 西方的设计师对 cool! 所以俩一直过来通常的设计师比较稳定太多。 因為我覺得吧,中國很大,它有很多的元素在裡面,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因為人家中國文化有上下五千年之後,它肯定有很多它獨立喊的東西 我覺得西方的世界史來這邊的話,應該要去不斷的去體驗這種無間的一些生活 因為中國地大物國有很多東西都不斷的去體驗去追隨的一些東西 好的,非常謝謝你們,謝謝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件大品牌就是一件最普通的一件白金山 但是我最喜歡的是包括它的銀扣,我們用的吊牌,還有我後面用的一個比較自己有平台風格的一個塑料 包括後面呢,是用到一個白色的極容硬化,白色的極容硬化 那它的感覺就是很不有細的,但是又又女又女,非常不緊的,但是很簡單不緊的,還簡單不簡單 謝謝大家